每日神话 根本没有圣灵的开启 这样的人不可能被成全 只是给一点恩典暂时享受 并不能保持长远 只享受神的恩典 不能被神成全 有些人满足于肉体 有平安、有享受 生活安逸、没灾也没祸 全家和睦同居 不争也不吵 还以为这才是神的祝福 其实这只是神的恩典 你们不能满足于 只享受神的恩典 这些想法太庸俗 即使你天天看神的话 天天祷告 灵力特别有享受 特别平安 但最终你对神的做工 对神的认识 一点谈不出来 一点精力没有 不管吃喝多少神的话 只感觉灵力平安享受 感觉神的话无比甜蜜 似乎你享受不够 但你在神的话上 没有一点实际经历 根本没有一点神话的实际 这样信神能得着什么呢? 你不能活出神话的实质 那你的吃喝神话或祷告 都是宗教信仰 这样的人不能被成全 不能被神得着 被神得着的人 都是追求真理的人 神得着的不是人的肉体 不是人的所属物 乃是人里面属神的那一部分 所以说 神成全人不是成全人的肉体 而是成全人的心 让人的心被神得着 就是说 神成全人这话的实质 就是神成全人的心 能归向神 人的心能爱神 人的肉体都是属血气的 神得着人的肉体 毫无用处 因为人的肉体 都属于必然腐朽的 不能承受神的产业 不能承受神的祝福 若把人的肉体得着 只让人的肉体在子流中 名义上在子流中 但人的心属撒旦 这样 人不仅不能成为神的彰显 反而成了神的累赘 那神拣选人 就毫无意义了 神要成全的人 都是承受神祝福 承受神产业的 就是把神的所有琐事 接受过来 成为人里面所有的 把神的话都做在人里面 神有什么琐事 让你们也一点不差地 接受过来 从而活出真理 这就是被神成全的人 就是被神得着的人 这样的人 才能有资格 承受神所赐给的祝福 一 得着神全部的爱 二 凡事都能行在神的心意上 三 得着神的带领 活在神的光照之下 得着神的开启 四 在地上活出神爱的形象 如彼得一样 真心地爱神 为神定十字架 有资格以死来报答神的爱 有彼得一样的荣耀 五 在地上人人都爱恋 都钦佩 都羡慕 六 胜过一切死因的侠制 没有撒旦的做工机会 被神占有 活在新鲜活泼的灵里 不感觉厌烦 七 一生无论何时 都有说不出来的兴奋 激动 似乎看见了 神荣耀之日的来到 八 与神同得荣耀 面貌如同神爱的圣者 九 成为神在地所爱的 即成为神的爱子 十 改变形象 与神一同升到三层天 超脱肉体 能承受神的祝福 这才是被神成全的人 是被神得着的人 你现在得着什么没有 神在你身上成全到什么地步了 神成全人不是随便成全的 都是有条件 而且有明显果效 让人看见的 不是向人想象的 一信神就可以被神成全 被神得着 能在地上承受神的祝福 承受神的产业 这都是极其不义的事 更何况谈到改变形象这事了 现在你们最主要追求的 是在凡事上都被神成全 借着灵道的一切 一切人事物让神成全 更多地把神的所事 做到你们里面 首先在地上承受神的产业 之后才能有资格 承受神更多更大的祝福 这些都是你们该追求的 都是你们首先该明白的 越追求在凡事上都被神成全 在凡事上越能看见神的手 因而从不同的角度 在不同的世上 积极追求进入神话的所事里 进入神话的实际里 不能满足于不犯罪 无观念 无处事哲学 无人的意思 这些消极情形里 神成全人的方式多种多样 在每件事上 都可能让你因此而被成全 不仅在积极方面 就是在消极方面也能成全你 使你得得更丰富 在每天都有被成全的机会 都有被神得着的时间 这样经历一段时间 你就会大大变化 会有许多以往不明白的事 现在自然而然的就可以看透了 不用人教训 不知不觉 神便开启你 使你在凡事上都有开启 进入所有经历的细节 神必会带领你 不偏左右 这就走上了 被神成全的路途了 你不otta 有点兴趣